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跟上个礼拜是的6400亿比较起来 还有点差距 可是也写下了赤量 昨天是4900亿 今天量稍微升微一点点 量要控制住啦 大家不要太疯狂 太疯狂的结果如果去乱追乱抢 筹码乱掉 那反而更不好 转转转转转转转 筹码控制住是最重要的 你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虽然占成交比重有拉高一些 昨天是51%嘛 今天回到55% 可是回到55%都是 行情下去下面成交的单子 所以今天电子股很弱 你看台积电就占了68点 台积电今天跌了8块钱 那整个电子股的部分 普遍相对是比较弱势的 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韩股17% 钢铁股5% 钢铁股在退烧 首先钢铁股的部分 相对是比较弱的 你看跌2% 3% 4%的股票很多 只有一桶涨停板 可是一桶涨到61.9这里来 我个人觉得是太贵了啦 但现在市场炒作的气氛比较浓 你看从10块钱炒到60块 那事实上业绩也没有比较多多少 第一季6.8亿跟去年第四季6.2亿也差不多 有时候你不要去看这种%数 看这个%数没准 你要看啥 你要看它整体的营收 35亿的股本 一年营收只有20亿而已 连一倍的股本都没有 连一倍的股本都没有 所以它能够赚多少钱其实有限 只是市场炒作气氛比较浓 人的插钩票 那个人的本数 你可以选择安全性的投资 那像这种股票自己在做的时候要小心啊 要紧碎离跌 最近行情是属于比较 投资气氛比较浓的 投机气氛比较浓的 因为这一波本来就是 鸡叉股的天下 底部补账股的天下 连红达店就在去啊对不对 连红达店就在補去啊 所以万马奔腾 万马奔腾 多头马车 大家都唱在表现 因为涨到这里来都1万7天多了 还有很多没有涨到的自然会被人家顺势拉了上来 那如果有基本面当然是好 那如果没有基本面的 那种恶意的炒作 你要自己要懂得 该避的你要避开 要跟没关系 卡带要抬 你知道吗 稍微风吹吵动 有任何不利的情况 该走你也会像 该闪你也会闪 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美国是小跌 纳达克跌0.3% 非诚报体跌了0.7% 也没多啦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除了南韩比较弱以外 南韩跌了1% 那其他都是大概涨2%的内容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创新高 今天高盘都开不出去了 所以这两天我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第一名没错 如果全球股市是同步性的穷 当然台北股市就比较无后顾之忧 可是全球股市如果没有那么强 台北股市想要独强 那也会被人家拖了回来 这两天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穷水又趴着回来 穷水又趴着回来 也印证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一波的多头是一直震 一直震一直震 越切越管的行情 也是万马奔腾的行情 所以你会发现到好多赚钱的机会 结果的 满天全金条 要衣服没满条 你如果到处去追到处去追 那不见得赚得到钱 你更应该是好好的规划你的操作 股票市场如同金山盈库 当你进到金山盈库里面 你不是这边强一点 那边强一点 这里又拿一些 到时候在回的过程当中 这里也掉一根 那里也掉一根 事实上拿到就不多了 你应该是如何计划好 怎么样推推车进去 或者开卡车进去 把金子一堆一堆 慢慢载出来 载回家保险箱锁好 再去做下一次的动作 所以越是乱的行情 这个行情会让人家头晕目眩 哇这边还要去 那边还要去 会让你想要 这边也要做 那边也要做 那你应该让自己更冷静 真正属于你的 应该是有规划的 所以好好的去找 好股票 第一步的 一支一支慢慢做 那资金不要打散 赚钱两三支就够了嘛 干嘛买到一二十种 是不是 好好去找 当标的出来了 资金集中 利用那个机会 上着趴过着趴 让你的乘数效应能够出来 我想这个才是最实际的方法 今天航股的部分 差点又跳水 好 航股的部分 今天差点又跳水 你看 今天 星星跌4%了 育民 一度差点跳水下来 阳明也是 阳明也是 差点跳水 从大涨7% 打到快翻黑 尾盘才要拉上来 那天都40几万张 十几万张在里面 所以这浪金很怕 又遇到上个礼拜是 那种跳水的情况 所以要小心谨慎 要睡你 我今天一开盘 我做了一个动作 开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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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是 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九点 叫买广明 对不对 昨天 九点二十几分 九点二十几分 叫买TPK 那今天 八点四十四分 八点四就四分 八点四就四分 广明 开盘 就获利出清 TPK 开盘就获利出清 因为昨天量太大了 押回来 五十四块 又买多回来 我八点四十分 就开始叫了 八点四十分 就通知 赢家会员 八点四十分 就通低 你看八点四十通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TPK 你看我八点四十分通知 开盘就获利出清 压下来 五十四块钱再买回 八点四十就叫了 八点四十分 八点四十分 就通知了 广明 获利出清 TPK开盘获利出清 压回五十四代买回来 所以卖得到也买得到 开盘五十五块钱 很好买 买得到 下来 五十四块钱再买回来 最多五十三块盘 所以全都买得到也全都买得回来 你想哦 五十五块钱买的 五十四块钱再买回来 一来一回差四块 五十几块钱的股票 四块钱是多少 7%的 卖掉减回来就7%了 减回来又涨上来 收盘五十五点四 一块四 大概又两% 差给八% 买到之后又去两% 一天多十% 一天多十% 那可能大家不习惯 林的燕怎么突然做那么短 你要看状况嘛 是不是 为什么要看状况 昨天TPK量这么大 量很大机 尤其外资才买几十张而已 几乎都是散户 跳进来的 很多人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广名TPK 我都有公开推荐 所以很多人看到 TPK一栋 哇散户疯狂抢劲 那散户疯狂抢劲 从哪儿乱掉了嘛 从哪儿乱掉 如果是特定人 把昨天拉上去 那今天应该开高就会冲 那如果是散户追进去了 大家跑得好像买的 开馆人就要跑了 那我知道你们想跑啊 所以我当然是跑得比你更快更前面嘛 所以在八点四十分过通地 开高全部过滤出新 下来再捡回来 让成本再降 再降到8% 这还会再涨啦 年线才刚站上来而已 年线才刚站上来而已 只是这一次 外资的动作少 自营商的动作多 内置的动作比较多 每股净值高达90块钱 90块钱的净值 现在还50几块而已 所以安全度够又是整理过后的 所以筹码乱掉 做这些差跌的 这样一来一回 八块 买房子有才2块 那6188的环球金 6188的广民 礼拜一开盘买 当天拉涨停 昨天又继续涨 可是昨天这根量太大根了 周转率高达15%的周转率 高达15%的周转率已经过热了 加上全外资又顺势卖出了三千多张 外资就是逃走啊 我们当天也跑得好像买的 我们当天跑得好像买的 所以开盘 贪的 都稀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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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筹码安定下来之后 要求高达来求就好 等它筹码 因为这根大量出来之后 暂时跑不掉 要洗了 等岁的时候还要定求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筹码的安定度的部分 在操作上都要随时注意到 要面面俱到啦 首先来回做个差价 好 现在行情的部分 你们发现到在尾盘的时候 最后一盘的时候 大量的买单 有没有 最后一盘的时候 大量买单挤到金融股去 最后那盘 都三四千顶的买单 挤到金融股去 要注意哦 到了最后一盘 大量买单挤到金融股去 会不会明天金融股有什么样特别的表现 才会在最后一盘 临时整个大单挤进去 那今天富邦金创新高已经来到66.3了 已经66了 已经66了 我们42块说到现在 1张已经24块了 1张2万4 10张就24万了 10张我42块说的时候 你买个10张也不过才42万而已 42万赚24万 很欢迎啊 我的会员买100张200张的都很多 因为买100张也不过才420万嘛 420万你有没有 很多人都有啊 420万炭240万 很高兴啊 对不对 很高兴啦 很好啦 目前筹码最稳的 当然就在精控 当然就在精控嘛 对不对 你看运输钢铁 那筹码都乱掉了 包含今天最强的 电线电缆 所以说大家都想表现 纸类也要表现 水泥也要表现 航运钢铁大家都要来 在一阵兵荒马乱的时候 最重要还是要稳 那这种临时 你看4月份的行情 都四个分到尽情都 之前都没机会 你看之前 好像僵尸骨一样 一进入4月份 所以4月份其实 投机位相当相当的浓 都在长那些 尽情都不能表现给 你看 滑心 之前都不会动 都不会动 突然间4月份 哇 变成大标股 很多低价股都一样 你看 滑龙 大雅 也是 最近都没叮当 好几年 好几年下来都没叮当 突然间4月份变大标股了 都变大标股了 所以4月份是很投机的月份 那也如同我跟大家预告的 进入末波段 所有没有涨的 所有低价的全都站在 所以这种行情 会让你觉得机会很多 但机会是要掌握到才有 只是光是看的 或者到处乱追的 你就不一定能够掌握到 不一定能够赚得到 那一步一脚印 你自己事先掌握到的 你才敢重压 才能够大赚 富邦金 筹码最稳了 金融股成交量只有2%而已 2%的成交量 筹码是绝对不会乱掉的 慢慢走 慢慢走 最稳的股票 筹码最安定的 的类股 富邦金 今年每股获利应该有10块钱的机会 就剖掉了 好企业 已经66了 搞不好过两天就看到7字头了 反正够两天就看起来 外资也一直在加码 外资最近在加码 金融股的部分 很积极 富邦金 国泰金 两次股票外资都一直在加码 国泰金今天也创新高 已经过来4块 金融股的部分 但重点就在这里 今天金融股有两大涨的 金城银行 今天金城银行也突然间 哇 冲出去了 金城银行是南部台南的区域银行 在银行股里面 它的获利是最稳的 股泥碳细口高 之前都2块3块4块不等 比其他银行体系来得稳健很多 重点还是在富邦金 重点还是在富邦金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虽然说资金有增加 可是整体来说还是不够 现在超级财报在发布 我跟大家讲过 虽然在一阵兵荒马乱之中 还是有它一定的行程 超级财报陆续发布 有利多的也冲出去 可是如果已经涨高的 那很容易变成烟花 冲出去结束 就像尼克森一样 财报发布 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开高快涨停板 一路三下来 一来就已经 下来15%了 人们已经起一倍了 35块起来70块了 再发布利多 人们就要走了 是不是 主力插冷给一支股票 就是要探级而已 不然从事要做股东 人们要探级 他要找寻能够安全下庄的机会 那就是利多发布的时候 利多一发布 散户一疯狂进来 都全部都赌给你们 市场一直都是这样子 一直都是这样子 歼3037的新星 拉涨停 新星其实我是觉得太贵了 第一季财报六毛钱 六毛钱 比去年成长 可是股价也贵了点 新星应该是一块钱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反正比去年成长很多 你们想要知道多少钱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或是股价 起到一百块以上 不是太贵了 所以提防会不会变成 昙花一现 要注意 有根的 有手中有的 像这种很明显的特色的股票 我之前跟教过你们 一只涨停版的股票 隔天绝对不能破平盘 如果涨停 开高继续涨这种尽雄 代表主力还在作价 如果涨停隔天 开低 或者开高破平盘 那马上就不中了 马上就不对了 所以星星明天 绝对不能破平盘 破平盘就要小心 好 今天华通也动了 华通也叮当啊 成交量从昨天的 七千张增加到两万六千张 华通竟然动了 你知道华通最近都在走四十天的周期 四十天 四十天 四十五天 这边四十五天 这边四十三天 而且 贝离开始出现了 一滴比一滴低 虽然没有低很多 可是指标开始一波比一波高 像这种时间结束 贝离出现 八成要涨 这八成要去 因为还没有站上仅限四十五块 不能说百分之百 可是已经有八成的机会了 等到十五块钱站上去 那就是确认 所以第一波的股票 在这波的行情里面 是最大的特色 澳公司就在起了 对不对 何况去年三点九 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结果股票都没上当 说不过去啦 说不过去啦 像中股票你不用担心它 该还给它公道的 自然会还给它公道 就好像谁 三四零六玉金光 玉金光 这玉金光大气 那前两天跟大家讲 看到玉金光 我就想到什么 我就想到 被莫须有罪名陷害的 被莫须有罪名陷害的岳飞 那明明是一级的战神 一级的战将 只有用莫须有的罪名 把它拖下水 把它拖下来 那现在市场还给它公道啦 对不对 琴快已经说 玉金光 今年业绩会成长啦 所以还给它公道 股价自然就会有表现 你看连宏达电 这种公司就敢大标啊 每年亏损亏的 这么严重的公司 都敢标了 传统产业很多没业绩的 都敢标了 莫须创历史新高的 人家好歹莫须也是历史新高啊 连续两年莫须都历史新高 然后股价反而 被莫须有罪名压得这么低 该给它公道了啦 该给它公道了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关卡 年限562 522块给562如果再过 战将重复沙场 战将重复沙场 表起来反省很快哦 表起来搞不好会很快哦 所以尽量去找种底部的 尤其贪大钱的 在这波的特色之下 你都有赚三成五成的机会 很快在那里啦 跑起来获利也会很快 你看涨高的滑邦店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好啊 我希望它再多跌一点 再多跌一点 那我就可以多注意它的机会 那旺宏昨天发布财报 财报发布过程当中 老板信誓旦旦 下游客户一点意见都没有 要涨价大家都没意见 哇讲得很精彩很热闹 那结果财报发布出来 反而比去年衰退 那老板姐说 因为汇损的问题 因为汇损 台币升值汇损 所以造成获利 实际获利有点下滑 那其实讲那么多 汇损是存在的事情嘛 是不是 汇损的部分能不能控制 可以啊 汇率的部分是可以透过 人为因素的控制 把汇损给降低 给米平的嘛 很多公司都有在做嘛 鸿海有在做 华硕也有在做 那你为什么不做 对不对 那你不做 那代表你公司在营运上 在经营上 你欠缺的一些 该做的东西没做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汇损的部分 其实也在公司营运 项目的一环啊 所以你不能说 我只是用心在我的经营上 那汇损我都不理他了 不可以这样啊 尤其你是进出口厂商 你要面面俱到 你该规避掉的 你也应该是要做出那个动作来嘛 那所以因为汇损的关系 造成获利下滑 那你解释再多都没有用 股价硬生生间 财报发布完就掉下来了 3.7% 那本来涨很高了 我们就起很高的啊 我们27块钱 26块钱就开始买了嘛 对 我们20几块开始没了 起到40几块 你有听到我在谈 旺红吗 没有了嘛 我的高兴就是这样啊 在低档 赚大钱 我会开始一楼买 啊 起关 你要再表现也你家的事 你有本事你继续起啊 我很好你啊 那可是我不会去碰啊 我会再去找新的底部起张股 这样我才会安心嘛 那我安心会员操作起来 也就放心了嘛 是不是 听不听我就不再重讲了哦 这支也开始叮噹了 这支也开始叮噹了 守住年限开始升温了 昨天发布了配8.5元 也赚10.6 配8块半 很大方 啊 真大风 那老板愿意这么大方 市场就给掌声嘛 这么开心叮噹啊 尤其第一季的 营收成长32% 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预估今年会再成长30% 所以今年美股获利 应该有14块钱的获利 啊 赚14块 高级到刚才200块去而已 不算贵啦 它会开始慢慢的升温 那没 哦 茂林 茂林就等最后 楼子下跌都要拉 等站上110 烂公司都要涨了 对不对 这种获利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当然我们不是主力我没办法 啊 我主力我早就要去 我走啊 那不是主力啊 我们不是主力 主力当时要做 他也没跟你说 你只能买着等他 那不想浪费时间的 那你就等量出来 你再跳进去 搭顺风车 那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啦 搭顺风车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顶线也差不多了哦 黄英叫它出现了 随时百拉起来 也开始叮当 这是今年业绩很好的一档个股 今天南地伸风 两支钩票 解禁之后 反而都滑铁颅 那原因我大概想了一下 追究了一下 因为之前在关紧闭的时候 没有办法冲嘛 没有办法当冲嘛 那现在开放了 恢复正常了 是当冲比例大幅的攀升 那当冲本来 水会载舟也会复舟 航行起的时候 一路堆一路堆 买了卖买了卖 是用助力 那如果航行跌的时候 买了认赔买了认赔买了认赔 反而变成另一股压力 把它给打下来 也好啦 让它再整理一下啦 因为我从底部买上来之后 在这里我都没有再加码嘛 我都没加码嘛 我在等它筹码沉淀 筹码沉淀了 稳了 要在供下一波的时候 再来买就好了 反正在那边 随便都赚了一倍也无所谓 对 身丰 连刷 贪两支 还在震荡区间里面 所以我在上面的时候 我不敢买 我不敢买在的 怎样不敢买 因为还没有稳下来的时候 你急着去投入 风险会比较大一点 你等筹码沉淀了 安定了 轮到来买就好 所以不要急啦 不用急啦 尖联帽长出去 反而台光电打得下来 这买买啦 因为这一根 188的时候那天量比较大一点 那现在量缩了 量缩了 要供出去 当然是不可能嘛 所以暂时会洗 我对家有开始买啊 160就开始买了 现在在180 已经贪20块了 20块没什么啦 这也没什么好炫的 我再告诉你 资产个股 它的多头才刚刚要开始升温而已 对 你看连星迁 哦 星迁又很久了 也休息好久了 很多年都没表现了 很多年都没有表现了 四月真的是头几天 很多年没表现的 全部都买起来 有基本面就没话说 不然基本面也在唱 你看没有基本面 像中迁 星迁中迁 哦 这也是 买起来12块 哎 这个净只有18块钱啊 净值还蛮高的 资云也是发布财报 昨天发布财报 今天就冲出去了 可是第一季财报 我记得大概只有6毛钱而已 啊 大概0.6 我没有记得很详细啊 你们想知道你们再去查 那股价其实这一波 也涨蛮高的 四十已经起了60几块了 已经起了780% 最要税利 对 太顶 今天一度来到69.6 两开始在刷子哦 要注意哦 第一步的股票 今年美股获利 搞不好赚到8块钱的实力 去年是6.3历史新高 今天搞不好有8块钱的实力 这种获利创新高的底部刚开始上来的 那其实都是我们在选择锁定的焦点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很坚守我的基本原则 只要是业绩烂的 投机的 我一概不碰 涨高的 你就算肌肉股涨高 我也不要 我们找Double的股票 今天国际跌了8% 可是 日本 两大厂 今天开始有在动哦 要注意哦 只是动的速度还不够 今天春天制作所涨了1.6% 太阳诱店昨天涨2% 今天又涨了0.78% 所以这两大厂如果开始慢慢升温的话 那么国际 这个底部就越来越扎实 等到两大厂开始攻击的时候 那么国际整个发动就没问题了 因为财报发布出来 10.17 很不错的速写 今年每股获利应该至少42块钱以上 法人现在拉高目标价已经到 750元 时间问题啦 当时拉的问题而已 但这种股票价价比较贵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不要紧啦 反正赶他你就没赶 你没赶他也不要紧啦 还有那么多赚钱的机会 选择你自己放心的股票 这样你才会抱得安心嘛 是不是 我选的一定都是底部的起涨股 我紧的一定都是基部名最好的 然后股价在底部的 囤积底部具有股 再拼50 慢慢紧不紧 慢慢走 没有找到辩霸 只要找到我会 提供给会员 我们一档档慢慢来 一档一个便当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特别有加渐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紧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